哈喽大家好,我是柯林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是解决一下 大家在使用XLGBT的时候 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反问XLGBT的时候 账号被屏蔽了 这个被屏蔽的说法 非常的笼统 很多情况都可以属于被屏蔽 比如1020错误 或者出现稍微UFBlock 大家都知道 OpenAI的分控是非常严格的 中国大陆地区 以及其他无法使用XLGBT的地方 想要访问XLGBT 必须得借助VPN的帮助 尽管如此 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无法保证百分之百不会被屏蔽 那么今天的视频内容 主要是根据XLGBT的官方回答 以及自己身边的社群朋友的使用经验 解决大家XLGBT被屏蔽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 那么我们来到XLGBT的一个问答界面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使用XLGBT 应该都不是新手 应该都明白XLGBT 很多地方是无法使用的 应该都是使用了VPN的 但是这里面也会有几个可能性 比如说回答里面出现的 可能是由于特定的网络限制 或者防火墙导致的 您可以比如说使用浏览器的无痕模式 或者刷新一下DNS缓存 来尝试是否继续被屏蔽 刷新DNS缓存的话 我们输入CMD 输入这套命令 就可以刷新DNS缓存了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的代理或者VPN的问题 就是说您目前使用的这款VPN 可能太受欢迎了 因为XLGBT它的封控非常严格 它可能会封禁您正在使用的 这款VPN的地址 所以导致您的账号被屏蔽 那么我这边也推荐一下 我目前正在使用的一款VPN 这款VPN名叫樱花云 套餐都不是很贵 只要22元就可以每月获得300G流量 而且它是有高SLA 可用性匿名保障安全匿名 而且是热门的流媒体都可以解锁 而且还跟大家说的就是 如果您通过我视频下方的邀请 进行注册这款VPN 您可以获得24小时3G的流量体验 包括95折优惠券 9折半年优惠券 以及85折优惠券 我目前使用的是这款VPN访问XLGBT 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也可以使用一下这款VPN 而且还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款VPN 中国大陆地区是可以不需要VPN 可以直接访问的 那么说完这个VPN的问题 我还跟大家提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使用XLGBT 您的VPN一定要开启全局代理模式 因为一般默认是PAC模式 自动配置的系统代理 那么最好是开启全局代理模式 这样子的话 您就访问XLGBT 不会出现问题 还有的情况 就是您可以联系一下XLGBT的客户团队 比如说访问XLGBT的官网 或者是通过一些社交媒体联系到他们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你可以使用其他的平台或工具 比如说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这个PoE 里面有XLGBT这个功能 你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 能够访问XLGBT的工具呢 使用XLGBT 那么呢 我也问了一下这个官方 什么情况下XLGBT会被屏蔽 XLGBT可能会在以下情况下被屏蔽 首先是由于地理限制 某些国家或地区 可能对特定的在线服务进行限制或屏蔽 包括XLGBT 这可能是由于政策法律 网络审查或其他原因引起的 网络限制 某些网络环境可能会对特定的网站或服务进行屏蔽 包括XLGBT 这可能是由于网络管理员的决策 防火墙设置 安全策略或其他网络限制导致的 使用政策 如果用户滥用XLGBT平台 例如发布违法 冒犯性 欺诈性 或有害的内容 平台的运营方可能会对其进行屏蔽或限制 这是为了维护平台的安全性和合法性 技术问题 有可能访问特定的网站或服务 可能会受到技术性的问题的影响 例如服务器故障 网络故障 或其他维护问题 这可能导致无法访问XLGBT 或其他在线服务 请注意 被屏蔽的原因 可能因地区 网络环境和平台政策而异 如果您发现您无法法问XLGBT 建议您联系网络管理员或平台支持团队 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和解决方案 那么这边还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为XLGBT的分控非常严格 它会封锁特定的IP地址 登录设备 包括账户 手机号 还有邮箱 这边也得到了XLGBT的官方的证实 是的 作为一种安全措施 XLGBT平台可能会实时分控措施 包括封锁特定的IP地址 登录设备或账户 这是为了保护平台的安全性 防止滥用欺诈 恶意攻击 或其他违规行为的发生 如果平台检测到异常活动 违法使用政策或安全风险 它可能会暂时或永久 封锁相关的IP地址 登录设备或账户 这可以包括禁止访问XLGBT平台 禁止创建新账户 限制API访问或采取其他限制措施 因此 为了避免账户被屏蔽 请确保遵守平台的使用规定 避免滥用违法行为 或其他不断行为 如果您的账户遇到被屏蔽的情况 建议您联系平台的支持团队 了解具体的原因 并寻求解决方案 如果您不知道您的IP地址 是否被拉黑了 或者是被屏蔽了 我推荐大家一个网站 也就是ip.co 它可以检测您的IP地址是否处于高风险 包括一系列的信息 上面全部都有 那么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您目前有XLGBT账号 或者是您想寻求一个稳定充值XLGBT的办法 我推荐您使用目前最稳定安全的充值方式FullPay FullPay的话很简单 然后这个注册链接我也会发到视频下方 点击注册的话是免年费和月费的 注册的话就是点这个卡 然后选择美元虚拟卡 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充值金额 比如说30美元21美元 然后输入您的姓名 而且这个FullPay 它是支持支付宝和微信充值的 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FullPay里面有多余的钱 如果提不出来 那么您可以把这个钱 充值到其他的平台以用于提现 比如说币安这个平台 币安的话 它是支持微信和支付宝提现的 同样的我视频下方 也会有注册链接 也希望大家支持 那么我也问了 如果发生了这个情况 该如何解决呢 如果您的XLGBT账户被屏蔽 或受到限制 您可以采取以下步骤来解决问题 联系知识团队 首先您可以尝试联系 XLGBT平台的知识团队 说明您的账户被屏蔽的情况 他们可以提供具体的解释和帮助 以恢复您的账户或写出限制 寻求解决方案 与知识团队共同时 询问他们关于账户被屏蔽的具体原因 了解具体的根本原因 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他们可能会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或建议 以便您能够恢复账户的正常状态 遵守规定 确保您遵守XLGBT平台的使用政策和规定 如果您的账户被屏蔽 是由于违反了平台的规定 您需要认真审查和改正自己的行为 以确保再次使用时不再出现问题 调整安全措施 如果您的账户被屏蔽是因为安全风险 您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和加强您的安全措施 这可以包括更改更强的密码 多因素身份认证 避免使用不可信的网络和设备等 总之 如果您的XLGBT账户被屏蔽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与平台的支持团队进行沟通 并遵循他们的指导 他们能够提供具体的帮助和解决方案 以确保您的账户能够恢复正常使用 那么我也问了他们 如何联系OpenAI客户团队 要联系OpenAI的客户团队 您可以采取以下步骤 首先访问OpenAI网站 请往OpenAI网站 openai.com 浏览支持页面 在网站上浏览寻找相关的支持或联系信息 通常在网站的底部或导航菜单 有一个contact,super或类似的选项 选择联系方式 找到合适您的联系方式 这可能包括电子邮件 在线表单 社交媒体渠道 如推特或其他支持平台 提供详细信息 在联系OpenAI客服团队时 确保提供清晰而详细的问题或事物描述 这有助于他们更好理解并回复您的问题 等待回复 提交您的问题后耐心等待OpenAI客服团队的回复 他们会尽快与您联系 提供帮助或解答您的疑问 请注意OpenAI支持流程可能会有所变化 因此您访问其官方网站时 最好查看最新的支持和联系信息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如果大家有疑问 也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您对这个视频的看法和疑问 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赞 也可以把我的内容分享出去 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 没有关注的朋友们 希望点个关注 关注之后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么谢谢观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